蔡英文總統昨天召集了府院 黨高層 地方首長 以及多位立委開會討論 會中對於新竹縣市合併升格 達成共識 接著來看我們的報導 公投後第二天 總統蔡英文在館底邀集 副總統賴清德 新專長孫昌 部分黨籍立委 以及縣市首長討論國鎮 其中包括新竹縣市合併升格議題 總統府表示 與會者有高度共識認為 台灣半導體產業是國家戰略產業 必須要掌握國際供應鏈重組的關鍵契機 因此支持新竹縣市合併升格 蔡總統也強調 未來國土行政區化 必須以宏觀的視野進行討論 我們非常期待 不同政黨的兩位縣市長對大新竹合併方式各有看法 至於已經獲得議會同意向中央申請升格的彰化縣 以及也有機會縣市合併的嘉義市 中央政府未來的行政區化方向 對他們來說充滿未知數 中央也知道說我們這些縣的財政 真的是非常辛苦 如果透過升都的話 能夠讓大家有更好的發展 我們都樂觀其成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到具體的做法 不過還是希望任何的決策 多考慮到人民的感受 身兼民眾黨主席的臺北市長 柯文哲質疑民進黨 這次掏出行政區化議題 有政治企圖 據瞭解 雖然蔡總統表示支持 但民進黨內依氣還是堅持 行政區重劃 要整體思考 否則還是無法解決各縣市 統籌分配款 財政資源不均等等問題 雲林縣長張立香也向中央喊話 與其討論合併議題 不如實施深化區域合作 關心地方需求 合理分配資源 讓每個縣市均富均強 記者張崇 蔣龍翔綜合報導